大家好,我今天要介紹的是葉的立體模型 它可以分成上下表皮 然後 它上面有一層角色層柱板 可以防止水分散心 在表皮上散佈著半月形的保衛細胞 保衛細胞中間縫隙稱為氣孔 保衛細胞可以控制氣孔的開關 葉脈是由酥島土地所組成 能運送水分和氧分 葉的上下表皮之間有很多 綠色顆粒的細胞稱為葉肉細胞 而綠色顆粒便是葉綠體 是平方合作用的主要產生 謝謝大家